大家好啊 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的确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因为中国出了个习近平 不把中国人折腾得要死 这个黑暗的让人绝望的时代 是不会过去的 但是看这么一个风云际会的 这么一个让人睡不着觉的 这么一个时代的大变化 你光关注大的事情 光关注大人物 其实是看不出其中的段里的 你要学会从细节深处 从一些个典型的市场现象 你能看到其中的段里 你能够思考一下 我接下来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 比如今天就看出这样的消息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跟大家讲讲 听进去的人我算你有福气 听不进去我也是帮你 也许只能帮到这好了 说这个 中国现在进入12月份以后 从昨天开始 就开始出现了两个现象 一个是在上海 一个是在深圳 就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人提前返乡 主要是从两个地方返回自己的故乡 一个是从上海返乡 一个是从深圳返乡 这个消息可不得了 一般意义上 我那是做过这方面研究的 你看我的这个什么 我在北京出的第一本书 第二本书 也不是第三本书吧 就是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文章 在探讨一个话题 就是农民工作流动 事实上的话 农民工作流动 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说法 就是 真正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 市场经济的社会 人口的自由流动 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也直接决定了 这个国家的人 每一个人的自由度 我称之为 人口自由流动 或者叫什么呢 叫人口迁徙 当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农民工 到底是处在这个 叫做什么 就是今年春节之后 又会去成年 春节来了以后 又到乡下 是吧 是这种叫做无效的流动 真正的应该是不是流动 而是什么呀 而是迁徙 什么是迁徙呢 就是我要把这个家 把我的家 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 中国的大量的人 应该是把我的家 从我的老家搬到城里去住 成为一个城里人 具体所谓的城市化的过程 所以一个是人口的自由迁徙 一个是城市化的潮流 还有一个是工业化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分析模型 从三个角度去考察 考察一个时代 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 考察一个时代 是不是对普通人而言 是不是有机会的一个时代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口自由迁徙的这个数据 是吧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口成为 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的这么一个市民化的这么一个数据 是吧 要变成城里人 而不是一个移动制 而不是盲流 第三就是因为人口迁徙和因为城市化 而产生而引发出来的所谓的工业化的这么一个格局 这么一个数据 所以说一个是人口迁徙 第二个是城市化 第三是工业化 而且我说的 当时我跟那个什么国家统计局啊 还有这个什么发改委啊 很多个学者 很多个官员 我们再去开会讨论 我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尝试 我也是跟着美国的那个刘易斯经济学 一个黑人经济学学的 一个国家的自由的象征 一个国家的进步 一个国家的市场的水平 它取决于第一 人口流动的这个数据 人口迁徙的比例 越多越好 是不是 第二 城市化 第三 工业化 而且你一定要 它是一个什么先后的秩序 你先要人口有自由流动 你都允许人口自由流动 就好像你都允许河流你的水 让它自由的流淌 把这个东西搞定以后 然后接下来 你都要允许农村人变成城里人 允许城市化 然后这两个东西搞定以后 你才有可能建立第三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工业化的浪潮 但是共产党 他们这帮孙子 他们不这么想问题的 他们都觉得 我先要工业化 为什么呀 因为政府设计 因为有权力意志 就这种东西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说 今年才12月份 从上海出现大量的返乡潮 从深圳 从广东出现大量的返乡潮 提前返乡潮 我知道一个时代真过去了 我们这些人过去琢磨琢磨的 反复琢磨的这些事情呢 终于就变成了一个泡沫 就要打句号了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悲伤的事情 但是我这里呢 还是要讲一讲 因为为什么要讲呢 要是在中国我就不讲了 因为讲也没用 没有任何卵用 但是我此时此刻 我在一个自由世界 我要对那些个 你们愿意听我的频道 听我跟大家扯吧扯吧 虽然我平时也没那个正形 但是有的时候 我会给他讲一点点 重要的常识判断 所以刚才我讲了三点吧 第一你一定要记住 是吧 一个是人口自由流动 一个是城市化 一个是工业化 这三个东西 而且你作为个人而言 你最关注的是前两点 你首先你要是一个一滴水 你得让自己流动起来 第二你一定要去城市 而不是在农村待着 把这几个东西记住了以后 你就能够琢磨你的生活 而且我告诉你 这种这个所谓的人口迁徙的过程 这种城市化的过程 这种工业化的过程 对谁最有利呢 对穷人最有利 你明白啊 对穷人最有利 一个真正有钱的人 比如在中国 我如果身下过一 我如果中南海里有人 我干嘛要出来呢 我恒时我躺着我也过好日子 是不是 文革的时候 毛泽东搞的时候 中国穷的要死 大量的人饿死 毛泽东天天他们在火车上 日年轻人姑娘 天天吃红烧吃海鲜 他日子过得好得很 是不是 但是农民或者普通人就没那么容易了 普通人干嘛呀 普通人就饿死呀 所以我告诉你 人口流动城市化和工业化 这三个东西加起来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模式 对谁最有利 对穷人最有利 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的老百姓提前返乡 从上海提前返乡 从深圳广州提前返乡 你知道啊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你为什么要返乡呢 是不是 它是两头错 一个是你 这个 返乡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不留在城里呢 这是一个意思吧 是不是 第二是你返乡以后乡里面有什么呢 没意思吧 是不是 这时候你应该要 一个人生活的轨迹是要朝着远方出发 所以高晓松老子说 师和远方 农民工啊 穷人也许没有师 但是穷人也是有远方的好不好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返乡啊 人最怕的是 中国有句老话 其实有的时候他是没经过思辨的 但是从直觉层面啊 他是讲的很对的 就好马不吃什么呀 好马不吃回头草 是不是 你返乡就是吃回头草 你返乡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你一切又归你 你好不容易从城里出来 好不容易像一滴水一样 融入大海 向着大海奔去 结果你就自己咸嘎嘎的又回去了 你这不扯淡吗 所以我说我无数字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人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位的工作 就是要离开你的故乡 离开你的宗族 离开你的地理 离开你的老家 离开你的父母 这是人来到这个世界 要所有的第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如果不完成 你这辈子我不管你是谁 你一时无常 所以咱就一定要记住啊 有钱人有权有势的人 他可以不迁徙 因为他的日子好过是不是 反正他的一辈子就昏迟等死 但是你作为一个穷人 你如果不流动的话 你如果不自由迁徙的话 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说过啊 自由迁徙 这个事儿对于穷人 那是一个绝对的福音 所以中国有些老话 是说的很好的 真的是 我刚才说的是 好马不吃回头草 还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人罗活 什么树罗死 你人一定要流动 要我说的话 如果我当知音姐姐 当知音阿姨的话 有人问我 他说我应该怎么生活啊 我就告诉你 不要返乡 应该要去出国 应该这个时候 你返乡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我知道为什么要返乡 为什么提前返乡 因为包子就瞎折腾嘛 城里没有机会嘛 上海没有机会 深圳没有机会 广东没有机会 找不到工作 又到年底了 这时候你的心里的一种本能 就在告诉你 哎呀算了 今天就这么过去了 找不到工作 来年再说 来年根本没有机会 而且你这么一 你哪一去的 浪费你在路上的钱 你何必都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你不要对 故乡有一种 非理性的眷恋 没有意义的 故乡还是那个故乡 山还是那个山水 还是那个水 流分还是那个流分 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回去你就死定了 你这个时候 你看现在12月份 要我的话 要我现在是个年轻人的话 我就想老子不回去了 行不行 我要我去待在城里 我逃米 当乞丐 我在城里 要么我能不能出去呢 从上海 你想想 你所有的坐飞机 或者是干干嘛 你出去总容易 很容易的多 是不是 从广东这边出去 总容易的多 你要是在湖南 那个鸡脚干辣里面 你还得先到上海 你还得先到广东 这么一来一去的折腾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人在这个时候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 细胞子折腾的年代 你不是返乡啊 你和你的动作 正确的动作 不是返乡 更不是提前返乡 而是应该要什么呢 生活在别处 应该出国 应该要走路 应该要跑路 应该要论 而且我再说一遍 这种价值观 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行为方式 这种人生的诀窍 人生的智慧 长久来看 对穷人有利 是穷人的智慧 是穷人的方法论 我就跟你讲 你仔细想想 过去在中国特别封闭的时候 从清朝时候开始 他们说从明朝时候开始 就是大航海以后 中国有一批的 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人 他们离开中国 是吧 所以李光耀说过嘛 我们新加坡 十一群什么人 建立起来的 十一群在中国混不下去的 没什么文化的人 在中国活不下去的 然后跑到新加坡 然后建立起来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按你说 你们那些知书打理的人 那些个博览全书的人 都留在中国 你们怎么搞不好呢 你看你自己想想 人家李光耀有这个智慧 还有当时美国刚开始 搞西部淘金的时候 大量的中国的人 都是福建的呀 浙江的呀 山东的呀 江苏的那边的人 尤其是福建和广东的浙江的人 他们跑到这个什么 跑到被当成猪仔 贩运到美国的西部去淘金 后来他们的后代 一个一个都是成为ABC的 成为美国的原住民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讲 人呐 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是那些个自由迁徙之人 把握住了生活的智慧 把握住了个人的命运 你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要提前返乡呢 是不是 哎呀 再说一遍 真的人都是蠢死的 人罗火树罗死 你返乡有什么暖用呢 谢谢